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别着急 马上我就带您去瞧一瞧 点前这座800多亩的水库 被高大的围墙 密集的铁丝网 包围得严严实实的 你们好 你好 我是中央电视台生态有大栏目组的 我想问一下荣华在吗 我就是啊 您是啊 你好你好 老荣啊终于见到你了 您这干嘛呢 用鱼啊 用这个鱼去喂鱼 你喂的什么鱼啊 你等会儿就知道了 嘿 这老荣 到底喂的什么鱼啊 还告诉我还卖个棺子 还让我见识见识它们厉害哈 得 我呀也静观其变 我倒要看看 它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荣华和他的员工们 把鱼用绳子串起来以后 便往水库里投放 大约二十分钟后 当绳子缓缓从水里挖出来时 小静看到了害人的一幕 我拿下来看看啊 呀 我的天哪 这鱼怎么都只剩下骨头了 鱼肉呢 里面的东西吃了 这里面到底什么东西 能把这鱼吃这么干净啊 假鱼 假鱼也叫鱼 团鱼等 在现今的市场上随处可见 可是在荣华的眼里 它养殖的可不是普通的假鱼 个个都是如假包换的野生假鱼 只不过这些野生假鱼 被人圈养在了水库里 而且价格不菲 每斤都卖到七八百元 听到如此令人咋舌的价格 我们的摄像师不由得想要近距离 到水边拍个清楚 可意外的是 它马上被荣华给制止住了 不要下去 不要下去 假鱼会要人的 好几天没胃了 自从和养殖打交道以来 我们的主持人也见过不少的假鱼 但从来没见过如此生猛的假鱼 那这些与众不同的假鱼 是如何被培养出来的呢 假鱼的主人荣华 曾经是资产过亿的老板 为了养殖假鱼 他把所有的钱都投了进来 并且在这里苦守十多年 荣华告诉记者 他在水库里养的假鱼 跟别的地方的假鱼不太一样 其中有两只假鱼 还在2011年广西南宁举办的规别大赛上 分别获得了第二名和第三名的成绩 他也因此赢得了西南假鱼大王的位于 那么这享遇一方的假鱼大王荣华 到底是如何与假鱼结缘 他又是如何试验自己新的才是梦想的呢 这个小山村就是荣华的老家 因为家境贫穷 他14岁就走出大山到外面打工 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 经过20多年打拼 那时的荣华拥有三座煤矿和过亿的资产 这让他成为村子里最有钱的人 他那个几天出门的时候 包了以后车上的现金 最差得有好几十万吧 1998年3月的一天 荣华回到了老家农村 在村子周围转悠的时候 荣华无意间发现 小时候经常下去摸鱼的一个水库 居然一直都闲置着 还记得这个水库里的野生连鱼 是荣华从小就爱吃的 于是荣华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 然而让荣华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自打这个想法开始 他便逐渐跌入了命运的谷底 我当时是想法 年里大量回来 真的有鱼吃 家人吃 朋友来要吃 自己觉得这个地址很有价值 当时没有准备卖鱼 荣华以每年三万元的价格 承包了这座八百多亩的水库 一包就是三十年 还专门请了四个工人管理水库 1998年4月的一天 荣华正在开会 突然间接到电话 说一个工人在水库里打鱼时被咬伤了 他马上赶了回来 荣华还真想瞧瞧 这咬人的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原本要捕鱼的工人 却意外地捕到一只野生甲鱼 这只甲鱼十分秀猛 工人没有经验 手指就被咬伤了 咬伤了这么一针 这么红红一针 但是长了很久才长得起来 甲鱼咬伤人的事情呢 很快就在村子里传开了 当地人都说呀 这甲鱼简直是成了精了 连人都不能制服它 他们讲 那要是把这只甲鱼吃了 肯定不仅可以强身健体 而且还能延延益寿 于是呀 有人出价两千块钱 想要买掉这只甲鱼 可是荣华没有同意 他回家自己把这甲鱼煮着吃了 睡的时候呢 荣华没有想到 这野生甲鱼的味道 居然是如此的鲜美可口 于是他由此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正是这样一个颇具戏剧色彩的故事 让荣华的防野生养甲鱼 有了一个开始 在经过短暂的思考之后 1998年5月中日 荣华花26万元 引回来2万多尾的甲鱼犹 投入水库当中 开始防野生养甲鱼 可能从时间长 走去比较长 别人没有人住 我去住 我去住 当时我去 收入比较可以 陪我也基本上陪得起 那么 为什么大家对荣华防野生养殖甲鱼 如此担心呢 重庆市河川区 位于长江上 属于典型的丘陵地区 地势起伏大 因为气候原因 野生甲鱼长得慢 规模化养殖难度很大 尽管说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地方 地势技术 但是在它的这个养殖点里面 有很多特殊的情况 需要摸索 需要摸索 对于甲鱼的养殖经验 荣华是一丁点都没有 他只有摸着石头过河 找来有养殖甲鱼经验的技术工人 帮他打理 从1996年起 国内很多地方都进行 温室甲鱼的养殖 在重庆市的水产市场 温室甲鱼很多 美金的价格也就20元左右 野生甲鱼却很少 98年那回 听老婆听老婆一直说 还没有叫野生甲鱼卖的时候 荣华吃过那只咬人的野生甲鱼后 凭着多年做生意的经验 他嗅到了一个商机 你一只甲鱼 这只甲鱼两千 我一只甲鱼两千 我一两只 买个几万只 我整个的几十年 买个几十万只 那是几个亿了 可是荣华算的这笔账 在周遭的相信的眼中 那就是吃人说梦 因为根据重庆的地理位置 和气候条件 这里的甲鱼养殖 周期十分漫长 一般为八年 而且还会有很多 预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在重庆地区 防野生养殖甲鱼呢 是周期长 成本高 没有谁敢尝试 大家都认为 荣华非要在水库里 防野生养殖甲鱼 这件事那是必败无疑的 没有想到 仅仅过了两个月的时间 大家的担心就变成了现实 1998年7月 重庆地区连续下了一天一夜的暴雨 水库的水位由原来的七八米深 上涨到二十多米深 大水漫过了堤坝 荣华养殖的甲鱼 不会安然无恙啊 下来很大呀 下来 整天都下 下来二十多个小时 甲鱼都满山跑啊 那天啊 跑出去 还跟它冲着冲着走啊 它生得很少很少了 眼看着甲鱼四处乱逃 荣华和员工也来不及待 只能瞪眼看着急 就这样一场暴雨 让荣华刚投进水库的二十六万元钱 不到两个月就没了 我们洋鱼的人都感觉这个鱼很心痛 但是我们这个老板呢 好像把这个钱拿起来 不在乎好像打水销这样 大雨过后 水库里几乎看不到甲鱼了 大家都觉得荣华应该放弃了 不再养了 可让人想不到的是 接下来荣华不仅没有放弃 反而尽头更足了 他投资八百六十多万元 又买了三万多围甲鱼苗 投进了水库 为了防止自然灾害的再次发生 他还围着水库 修了五千多米长的围墙 周围的山上还种了果树 水库里的甲鱼只养不卖 还得一个劲的修水库建公路 几年下来仔细一算 差不多两千多万元都投到水库去了 只见投入不见产出 这让谁见了都深感诧异 很多人时不时的冒出这样的话来挖苦它 此时的荣华信心十足 为了保证甲鱼饲料的品质 他又花了七十多万元 在水库里泡养了鸡鱼 鲤鱼 鲤鱼 草鱼等普通鱼种 让它们成为甲鱼最天然的美食 老容啊 你这个甲鱼每天要吃那么多四大甲鱼 那你这些四大甲鱼怎么存放呢 冷酷 放到料房里面冻起 冷冻起来 对 冷冻起来 那每次喂甲鱼的时候还要先解冻 用盐水把它解冻 杀菌 用盐水就是不但能解冻还能起到一个杀菌的作用 冷冻菌就是这儿吗 就是这儿 我看看 哇 一股凉气出面而来 这里边有多少度啊 在这边扣零下几度吧 零下十度以上 荣华下这么大功夫 防野生养甲鱼 就是希望甲鱼成活率高 长得快 可是在荣华的养殖场 却经常出现有甲鱼因为吃不饱 饿死的现象 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甲鱼饿死世界群发是荣华故意为之的 他说他采用了一种叫做饥饿法的方式来喂养甲鱼 跟它是当你监收数量 就跟它烧起一点 它就输过我 我们整天有工人的水库巡逃 死了的甲鱼跑起来 捡到一堆去把它烧掉 荣华根据水库里甲鱼的数量和生长年限 计算出甲鱼每天吃饱所需的饲料量 它只按饲料量的70%左右投放 不让甲鱼吃饱 为什不够 就是它互相竞争 对它的猛性 野性 荣华坚信 用这种饥饿法四味甲鱼 不但能使防野生养殖的甲鱼 更接近野生甲鱼的野性 而且还能提高甲鱼的品质 外套鱼的甲鱼品质好的 皮肤光 皮肤白不同水 肚子上 肚子上 皮肤白的 骨头改红的红 改白就白 还有个裙边宽 裙边薄 它品质自然的好了 那种温室里亚的 它们是什么颜色的 都是黄的 全是黄的 它黄 它黑的 全是黑的 它白的全是白的 它是一百身 它的颜色没有差别 就是一百身 为了生态安全和食品安全 荣华拒绝投放配置的饲料 激素等化学物质 为甲鱼营造野生生活环境 训练其自己捕食等野性 提升甲鱼的品质 那它所做的这一切 能否增加这一只只小甲鱼的身价呢 甲鱼的凶猛呢 我们已经看到了 但是您知道吗 再凶猛的动物 它也有天敌 有一天荣华在水库岸边巡查的时候 就发现 岸边有很多小甲鱼的尸体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水库被围墙和铁丝网围的是密不透风 一些肉食性动物根本就无法进入 难道是人为的原因 还是甲鱼得了什么病 荣华百思不得其 经过几天的观察 荣华终于有了发现 原来让甲鱼死亡的罪魁祸首是这些天外来客 经过仔细观察 荣华发现 当工人投喂完饵料 没过几分钟 白鹿就会四面八方飞扑过来 他们一个个扎进水里 旁若无人的叼走了出来觅食的小甲鱼 有的还会叼走小甲鱼的口 目睹这眼前发生的一切荣华又气又露 面对这些不处之客 他究竟应该怎么办呢 按照农户的方法 荣华开始在养殖区周围 架起了八米高的围网 围网架好之后 工人再去投喂饵料 在天空上方盘旋的白鹿 好像看到围网转身就飞走了 当然偶尔也会有一两只白鹿鱼铤而走险 最后白鹿还是要来炫 炫的时候有时候比网关掉 我比网关掉了我就把它放了 等到了第二年 小甲鱼长大了一点 重量达到三辆左右 荣华就会把鸟网卸下来 因为这个时候甲鱼大了 白鹿就不会再攻击甲鱼了 就这样 在荣华的精心照料下 他看着拇指大小的甲鱼苗 经历了六年的丰丰鱼 终于长大成熟 此时 荣华坚持了多年的生态养殖方式 能够为它换回坑后的领导 广告之后 请继续收看今天的生态诱荡 2004年8月 荣华养了六年的甲鱼 已经有两斤多重了 而且也到了收获的季节 于是荣华空运了150多只甲鱼 到了广州的黄沙水产交易市场 因为这里卖的很多东西都是野生的 荣华想让自己的甲鱼在这里一世伸手 当荣华真的进入市场之后 结果会和他想象的一样吗 荣华在水产市场待了一个多星期 每天不停地推销自己的甲鱼 可是他一只甲鱼也没有卖出去 150只甲鱼还因为不适应 广州的高温天气开始不进食了 荣华很是着急 荣华百姿不得其解 自己的甲鱼可是生态养殖的 绝对的营养无污染 可为什么别人的甲鱼都卖得很好 自己的甲鱼却卖不出去呢 第一价格比人家贵很多 第二人家的看起来非常肥厚 而且当时的消费者有一个误区 觉得吃肥厚的和吃当时甲鱼体色比较偏黄的会好一点 原来荣华的甲鱼由于冬眠漆长而且吃不饱 养了六年也只有两斤多重 而当地的甲鱼养两年就涨到五六斤了 都是防野生甲鱼的价钱 消费者当然会买本地的甲鱼 无奈之下荣华只能以低于市场一半的价格把甲鱼全部处理了 从广州鲨鱼而归的荣华并没有灰心 回到重庆之后他竟然对外高尿宣布 水库里的甲鱼将继续饲养下去 而且一只都不对外卖 水库里面有这么多甲鱼 但是现在它不卖 我们当故人的就是替它这样着急 当时想那个甲鱼养着不卖的话 肯定觉得那个行程资金的囤积 那个资金压在里面出不来 肯定损耗会很大 只养不卖 像储存酒一样养殖甲鱼 这是荣华出人意料与众不同的财富计划 他到底想干啥 周遭的人不由得都为他捏了把汗 我想我的甲鱼过去拼不拼不拼别人 把他喂的酒肯定品质高 肯定会买高的价钱 自己养的甲鱼拼不过人家的个头和重量 但是可以拼年龄 南方的甲鱼最多养五六年就开始销售了 市场上还没有年份更长的甲鱼 养殖年份长的甲鱼不但没有竞争对手 而且不会受制于市场 但是荣华想到的这个办法 就像一个不断吞噬金钱的黑洞 没有绝对的实力和强大的承受力 是万万不行的 人家觉得不能成功 我扯这个甲鱼的品质 我知道它会成功的 当时你没有打退堂鼓吗 一直没有打退堂鼓 坚持 2006年 荣华担心没有时间管理煤矿 会产生安全隐患 他干脆把自己的三座煤矿 全部停掉 这样外面的收入就没有了 水库里的甲鱼 还是只养不卖 不仅如此 他每年还继续向水库里 投放十多万尾的甲鱼苗 荣华一家人的生活 都陷入了困境之中 当时家里面没有钱了 吃饭都成问题了 到处借钱吃饭 甲鱼整天要投 还是就坚持借投 只投入没产出 荣华已经身无分文了 为了维持养殖场的运转 2006年4月 荣华瞒着家人 把重庆市里的房子卖了 这惹闹了妻子 多年的积怨彻底爆发 帮助赚这么多钱 他就去干这个家鱼堂 没有钱了 我说还是不想跟你一起过了 妻子一气之下 回娘家一住就是两个多月 荣华自己的日子 也过得穷困潦倒 那段时间 连朋友见了他都不感愿 从这个人生的高峰 到这个人生的低谷 感觉这个人的情绪 有些时候还是很维米的 加上这个身体健康 颈椎也很严重 到什么公共场合活动的话 都要戴这个颈套 他自己一个人就住在水库 天天就是晚睡早起 精神状态特别不好 每天就自己喂鱼 然后那段时间 他自己瘦了好大一圈 困境之下 荣华只有去银行贷款 来维持养殖场开销 周围的人都觉得 他这样养下去 不但投入的钱打了水漂 还会把他拖累死 就在这时 一场巨大的财富 惊喜地从天而降 到了2008年的时候 为了防野生养殖甲鱼 荣华前前后后 已经搭进去了六千多万元 这可是他多年来 挣得的全部家当 当时清奇所有的荣华 万万没有想到 到头来 自己居然连工人的工资 都发不起了 钱成了荣华 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就在这个时候 有人找上门来 直接开出两个亿 说要买断荣华的养殖场 两亿呀 这可是一般人 想都不敢想的 一个巨额数字 面对如此的诱惑 已经陷入绝境的荣华 会答应吗 承包的这片水库 再加上养殖的甲鱼 满打满算 也就值个七八千万 这人竟然要用两亿来买 如果不是脑袋出了问题 就是个骗子 已经打听 原来这个人 还真是有来头的 他是个房地产商 它那儿有一千多亩的营地 以及有一千多亩的 浮面和水面 然后有非常多的坡地 非常适合开发和养殖 两个亿 对荣华来说 不但可以收回投资成本 而且还有近一个亿的利润 可荣华的态度 却令人匪夷所思 他坚持不卖 我觉得他舍得出两个亿 我比他熟悉心 我的坚持没有转 没有卖 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还是坚持 我知道我的品质好 他都感受到品质好 我天天一样 我比他更了解他的品质 荣华认为 眼下他水库中正在饲养的甲鱼 若干年后 价值将远远超过两亿 在他的眼中 水库里冒出的财富 可是远远不断的呀 2011年 广西南宁举办了首届规别大赛 荣华觉得 这是他检验自己甲鱼品质的一个绝好时机 于是让如此的人工 带着两只养了十年的甲鱼 参加了比赛 他的古林啊 古文啊 群鞭等等东西 然后都能体现我们是野生养殖的东西 参加比赛的 有80多家养殖企业 162只贵鞭 荣华的甲鱼得到了第二名和第三名的成绩 这次大赛不但让荣华的甲鱼声名确起 还让他本人获得了 西南甲鱼大王的美誉 而就在此时 荣华感觉时机已经成熟 于是他贷款1000多万元 在重庆市开了家酒楼 专做甲鱼菜肴 荣华的酒楼主打十年以上的房野生甲鱼 386元一斤 这在重庆市是第一家 一开业生意就很红火 客人越来越多 名气也越来越大 酒楼一年销售十万多斤的甲鱼 年产值达到四千多万元 这时人人都说荣华有眼光 拒绝开发商出资两亿的诱惑 做得对 来得值 用水库喂养野生甲鱼的养殖模式呢 荣华是已经坚持了15年 他坚持的理由就是 让更多的人去上放心的甲鱼 所以他还有一个愿望 就是要把自己的防野生甲鱼 卖到北京 上海 广州等大城市 有信念 有目标 我们有理由相信 荣华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养殖有风险 投资需谨慎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